那些卖米的其实不会吃亏的 因为种水稻的季节比较长 占的水稻的土壤面积比较大 如果我们把种水稻的地方改种地瓜 南瓜 蔬菜 水果 首先它的收割的期间比较短 可以经常反复收割 其次它卖的价钱比较高 可以大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 另外一个大的系统性的疾病问题 就是指跟精神有关的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它包括现代人的压抑 忧郁 然后这种情绪上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也包括一些典型的 比如说像杨颠峰 这些神经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一些真正的那些神经异常表现 包括甚至梦游 都是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呢 有三个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会促成神经发生这个异常的三种因素 第一种因素呢 当然还是指能量 能量为什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因为呢 打个比方 一个性格非常外向活跃活泼的人很显然能量比较充足 一个非常性格内向不爱讲话 然后不爱动的人很显然能量不充足 所以能量对性格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一个人假设今天能量不足身体疲倦 那么这个人性格必然就变得有点类像 不爱讲话 不爱动 站起来打招呼 都懒得打招呼 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变化 严格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能量变化 能量上升了 哇 情绪高丸 当然我所指的能量不仅仅包括食物当中 所提供的蛋白质 脂肪 糖类 我所指的能量还有一个很大的要素就是 氧气 因为有氧气能量才能应用 所以任何一个性格内向啊 或者精神不好的人 如果放到一个氧气非常充沛 空气非常对流的环境 然后营养再充足 基本上他都会跳一跳啊 唱一唱啊 都很过瘾 可是导过来讲 把任何一个在活跃的人 关到医院里去 这个人性格立刻就变了 马上就会开始变得很压抑 对吗 所以我经常讲 现在的这个医院结构实在是有问题的 在古代是没有医院的哦 中国古代的历史里面 你查一查看有什么地方叫医院 没有了 因为医院的设置本身是不利于身体的条理 因为当人缺乏阳光 缺乏氧气 缺乏运动 然后呢 缺乏这个良好的食物 或者良好的心情的情况下 他的疾病就会发生 而且会发展 可是呢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缺乏阳光而造成的 健康问题 请问他到医院里面去 他的阳光照射会更多还是更少呢 医院的医生有没有抱一个太阳来晒他呢 没有的 他躺在医院其实更缺乏阳光 但一个人在空气不对流的地方 待了时间很久会影响他的健康 可是如果把他送到医院去呢 待在医院空气更加不对流 而且在里面的氧气呢 还大部分都是从别的病人里面 鼻子里面喷出来的 那么对他的健康来讲只会有更大的影响 同样的 如果呢 一个人心情不好 那么住到医院躺在病床上 心情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呢 看到那些医生拿着手术刀走来走去 你会很兴奋吗 看到别的病人做完手术没有回来 你会很高兴吗 你会觉得太好了 下一个轮到我了 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你心情不好 你进到一个更不利于你心情好的环境 你当然雪上加算 如果你是饮食不均衡 把你送到医院 更加难以照顾你的饮食 你还怎么样恢复健康 本来你就精神有问题 本来你就缺乏良好的沟通 本来你就缺乏一个很好的 让你自由自在发挥的一个天地 结果你得了精神病 被送到一大堆都是精神病的地方 然后放在那里 你不是更加压抑 更加难受 更加痛苦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医院 不叫做治病的地方 叫做病人的收容所 如果我们真正尊重病人 我们应该为病人创造更好的恢复健康的条件 对于精神病人来讲 第一个我发觉 在我调理的大多数的病人当中 给足充足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足 帮助能量释放和转运 是解决精神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第二个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 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大脑养分的供应 是改善精神病的第二大方向 第三缓解压力 放松 是改善精神状况的第三大方向 第四 增加钙镁这样的矿物质 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紧张和放松过程 钙和镁是两个相互作用的一个平衡物质 它的增加有利于帮助神经 拉紧又放松 假设你缺乏钙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神经拉紧 你的思维速度就会比较慢 假设你缺乏美 你就会令到拉紧的神经 没办法换回来 就像一个橡皮筋拉紧之后 弹不回来一样 一个人到晚上睡不着觉 很大的一个因素跟缺钙美是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白天的紧张令到他的神经拉紧 可是到晚上他还没躺回来 于是那个神经呢 还在传递信号 还有很多的图像在那里交换 于是你躺在那跟饭电影一样 一直在那里播放各种各样的图片 可是呢 如果你可以放松呢 它就像关灯一样的把那个关掉 那么神经系统异常呢 两个方向呢 第一个增加能量 第二个增加一些能够帮助 放松神经的养分 还有一个方向呢 就是令到神经病人呢 或者呢 心情紧张压抑烦躁的病人呢 有两个方向的突破 第一个 增加跟别人之间的友好沟通 这个需要训练 它需要改变一些价值观 令到自己不容易陷入到一些 对他根本不必要的一些 这种痛苦和思维模式上去 打个比方 有很多的人呢 经常觉得自己倒霉 越想越倒霉 有没有 有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呢 你下楼梯的时候 蹦 踩到一个香蕉皮 非常生气 是不是这个样子 很生气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 呃 当你踩到这个香蕉皮的时候 并不是意味着你很倒霉 只是意味着你一年当中 或者 三十六年来 或者五十年来 踩到了一次香蕉皮 其实不是代表你倒霉啊 只是代表你碰上了一件事情 可是呢 有很多人跟自己过不去 他的思维模式出现了一个障碍 呃 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 他是癌症患者 然后呢 他就在我面前不停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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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的两个亲属就站在边上 愁眉苦脸的看着他 我就跟他的两个亲属讲 我说你们两个走开 不要站在他身边 他说不行啊 他需要我照顾 我说如果你会照顾 你就照顾吧 如果你不会照顾 你就走开 找专业的人士照顾 结果那两个人就走开 走开完呢 奇怪 那个癌症患者就不痛了 然后呢 到了晚上呢 他们又聚在一起 他又开始痛 哎呦 哎呦 令到整个周围的人 都觉得整个空气里面 弥漫着 哎呦 痛苦啊 要命啊 会死人的那种声音 所以讲消极的话 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消极的话 会带走身体的能量 积极的话 会增加身体的能量 然后我就跟这个病人讲 所以这段话大家都可以记得 我跟这个病人讲 我说你的手能动吧 他说行 他就把手动了 我说你的脚能动吧 他脚也动了 我说你头能动吧 他头也动了 我说你眼睛看得到我吧 他说看得到 我说你耳朵听得到我讲话的声音吧 他说听得到 我说你记得 你全身都是好的 只有胃不好 但是你的手是好的 你手是好的就可以飞手 你眼睛是好的就可以看到风景 你耳朵是好的就可以听得到音乐 如果你不把你那些好的地方好好的发挥 你好的地方就会不断的萎缩 你不好的地方就会不断的扩大 你的疾病就会加重 如果你能够让你好的地方尽情的享受 你好的地方就会不断的扩大 你不好的地方就会逐渐的缩小 那在一个人一生当中 也许你会被骗一次两次三次 就算你最厉害一年当中 每一个月都被骗一次 这么倒霉 而且十年来从不间断 算是倒霉到家了吧 但是一个月当中有三十天 你被骗了一天 你还有二十九天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二十九比一啊 多大的比例啊 但是你为什么会活得不好 你被骗了一天 你就选择让剩下的二十九天 都活在被骗的感受里面温习 复习 你被老板骂了一次 人家只骂了你一句话 骂了一次 可是你整个回家的路上都在背诵 复习那种感觉 你摔倒你碰到墙上 你顶多偶尔碰一下 可是呢 你却会让自己一直回忆被碰的感受 可能你不知道 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 人跟动物不同 人的这个情绪呢 带有另外一种伤害 科学家经过测试发现 如果你亲自看到 有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 叹的一下 你会吓得半死 造成很大的伤害 可是如果你突然间做梦想象 想到有一个人 或者你站在那自己想象 有一个人掉下来 你一样会把自己吓得半死 所造成的伤害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想象的伤害 在人体是无法分辨的 因为身体接受到的那个信号 无论他是想象来的 还是真实的意到的 这个信号传输到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就会立刻进入应急反应 而许多的人 他本来有一次压力就算了 他不断的重复复习这个压力 使得身体仿佛面对这种压力的对抗状态 而造成巨大的伤害 另外呢 讲到能量呢 对于不管是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 神经系统有障碍的人 还是其他的疾病 在能量方面的摄取呢 我认为呢 首先要改变一个思维 因为传统的营养健康教育里面 把能量跟热量混为一堂 我不知道是翻译翻错了 还是这个引进这些思想的时候 引进出了问题 基本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报刊 杂志以及电视的这个讲解里面 基本上就把能量当成热量 热量就当成能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上的一个差异 什么叫做能量 比如说汽油 木炭木材 这个叫做能量 什么叫做热量 点燃的汽油 点着的木材 点着的木炭 才会释放热量 木材是没有热量的 不信你把它盖在身上齐卵 石油也没有热量的 你把它盖在身上齐卵 试试看 没有一点热量 点着了才会把热量示范出来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一定要把能量和热量齐分开的一个重要思想 那就是热量一旦增加 能量就会减少 比如说我们把汽油点着 释放热量 火越大 热量越高 就意味着汽油损失的越大 所以记住 如果你的身体里面存在的热量很高 而不是能量储存很大 那么你就会衰老很快 因为火叶大 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物质 它的代谢速度大大加快 如果你们所吃的食物 是那些精致的米面糖 这些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 燃烧速度很快 迅速带来大量的热量 但是迅速的就把能量代谢完 那么 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 如果你吃的食物 是含有蛋白质比较高 含有好的脂肪来源比较高的食物 那么 这些食物的特点就是 它燃烧的时候 施放热量的速度很慢 但是又能够持续稳定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点着酒精 酒精一点着 就发发发很快就烧完了 如果你点着木材呢 首先会发现木材不容易点着 然后点着之后呢 它吃饭的热量很慢 会烧很久 就像蛋白质 它跟木材 木材为什么叫成木材 因为木材就是蛋白质 它还是有生命的东西 有些木头砍断之后 你把它埋在地里面 它还可以斩成树 对吧 所以呢 木头含有蛋白质 含有蛋白质的食物的特点 就是不容易被燃烧 然后燃烧之后呢 燃烧的时间比较长比较久 好 所以当你吃了高蛋白质的食物之后 你的肌肉就变得强劲 这个就是储存能量的过程 无论是哪一类的疾病 我们有三个基本的 这个维护方法 第一个 吃完整的营养 加上充足的能量 第二个 增加氧气 第三个 改善血液循环 做一些实弹的运动 现在你们可以问一些疾病的问题 我来回答 有那么一个毛病 就是手和脚出汗 身体不会出汗 很多的人手和脚出汗 身体不会出汗 那记住 手心脚心呢 本身呢 是不应该出汗的 出汗呢 就代表着身体的血液循环有问题 表示呢 这个 很多的这个血液呢 里面的这个水分呢 到达这里以后 没办法被收回来 所以呢 就变成身体呢 被迫从这里排出体外 好 那么 凡是手心脚心容易出汗的人 基本上都是缺不饱和脂肪酸的人 好 那么 基本上一般来讲 增加深海余游就可以改善了 对 深海余游就可以改善了 郑老师 那个我弟妹是红斑蓝窗行肾炎 花了好多钱没治好 红斑蓝窗行肾炎 对 你刚才问的红斑蓝窗行肾炎 我就怀疑呢 当初这个人呢 到底得的什么病 是治疗肾炎呢 被搞成红斑蓝窗呢 还是治疗红斑蓝窗的时候呢 顺便被搞成肾炎 我还是有点怀疑这个过程 因为呢 这很可能是在他治疗红斑蓝窗 或者治疗肾炎的时候 所采用的药物令到他的免疫系统 产生紊乱 才造成下一个疾病的发生的 我相信这个人在治疗肾炎的时候 就已经用了干扰免疫力的药物了 然后这个人再得了红斑蓝窗 然后得了红斑蓝窗之后 医生呢 给红斑蓝窗定名的这个疾病名称 叫做免疫紊乱所导致的疾病 问题是谁造成的免疫紊乱 很可能是前面在治疗肾炎的时候 所用的药物所造成 好了 在这两个疾病 并合在一起讲的时候 只讲了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免疫力紊乱 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这个人免疫力 不能够得到正常的发挥 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 所有能够支持身体排毒和增加免疫力的食物 营养生活方式都对他有利 只要把所有能够支持排毒 排毒的意思排除他当初用的药物 排除他身体所积存的各种垃圾 包括死细胞 增加免疫力的意思是 逐渐使他免疫力恢复正常 这个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红斑蓝餐 基本上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进行一阵子的排毒 进行一阵子的排毒 同时增加免疫力的营养素 以及食物 就可以改变了 好了 有一个病人他是癫肩病 从小的就是癫肩病 你说的是癫肩的疾病 俗称羊癫分 这个疾病呢 有两种可能发生的特性 第一种是身体养分不平衡所引起的 但第二种比较复杂 就是脑部可能有寄生虫 或者有其他的东西压迫 假设是第二种的话呢 可能呢 就要涉及到手术 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这种药物处理方式 但是呢 我遇到的大部分情形 还是属于前面这一种 在营养素的调理方面呢 维生素B6 以及钙酶的配合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基本上 有这个神经系统 紊乱的 包括阳典分在内的疾病的人 都跟缺酶和缺B6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他的隐私结构当中 需要大量的 除了增加大量的维生素B之外 还需要增加大量的维生素B6 以及大量的钙链 至于多大的量 我们会在随后的小册子里面 介绍这些东西 谢谢 我与一个小孩13岁 他是原发性子电 血液很减少那种 现在就是吃药一段 完了 好一阵坏一阵 OK 子电 这个疾病有两种发生的可能因素 就是有两种 跟这个疾病有直接关联的 当然也还有很多的背景存在 我只是讲直接关联的东西 缺少维生素E的人 他的血管生长能力会很差 那么第二个 缺少维生素C的人 他的微血管会很容易破裂 所以呢 造成子电的疾病的人呢 缺少维生素C和E 是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从同就起来 化疗当中 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 就是 我要先讲一下 在整体自然疗法来看待癌症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假设病人已经接受手术和化疗 一般来讲 我们呢 就不太方便在提供直接的支持 只能提供教育 让病人自己去做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凡是经过手术和化疗的癌症患者 首先手术了之后 假设这个人是乳癌 结果做了手术之后呢 那么请问这个人算不算乳癌呢 因为他那个乳房也被切了呀 你说他是乳癌 他这个乳都不见了 你怎么好说他是乳癌呢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从整体自然疗法的整体已经被破坏掉了 我们很难搞清楚 你这个时候该说他是哪一个疾病 因为他有三种疾病至少 第一个他有癌 第二个他这个癌被切掉有串伤 有手术的安全性问题 有手术做的是否完整正确准确的问题 第三有化疗犯疗 有化疗犯疗以及相应药物所带来的损伤 所以这个病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整体的自然的病人 而是一个有额外的不可抑制的因素存在的病人 我们整体自然疗法的核心是医剂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 医剂身体本身的致抑力来完成的 但是一旦有这一种比较强烈的外力介入的时候 这个病人的变数大大的增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好交由医院来管理 然后呢随着未来医疗技术的发展 其实中国会像国外一样 把这个营养学自然医学的部分 引进到传统医学来支持传统医学的完善完整 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做到 到目前中国来讲 我们很难因为这个病人已经接受医院的处理 我们很难分清楚谁的责任 所以如果他接受医院的处理 也只能让他接受医院的处理 但是如果这个人接受了一些健康教育 愿意从中自己寻找一些规律来支持自己 那么我们来提供一些教育 他自己做选择 这样比较合理 我不建议各位直接介入这些 因为他已经进行化疗手术放疗的人 他都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慢性疾病病人 他已经被从慢性转成急性病人 急性疾病就应该交给医院处理 还是这句话 这种状况之下 他已经处于急性状态 急性状态当然 比如说营养的疗法 维生素的支持 然后一些健康的这种辅助支持 显然是对他的康复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种状况之下 必须是遵医主 就是在医生引起的范围内 所以要你碰到正好一个好硬气 就是这个医生恰好懂得自然医学 懂得营养他才会接纳 否则的话 你瞒目闯路的话 你干扰了医生执行 他正常的这种责任的程序 那么你又还没有这种权利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都不支持你去参与 除非是你自己的亲人 你有权利做出什么样的建议 那么另当别人 过敏的意思就是指身体两类 第一类有毒素在血液当中积累 第二类身体不能够消化吸收或者分解某些蛋白质 那么不管是哪一类都牵涉到要把身体不能够利用的这种物质排出体外 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呢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进行排毒 基本上排毒呢有几大类 有透过纤维排毒 有透过维生素C来排出血液当中 以及水溶性的毒素 有透过这个橄榄油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来排出脂溶性的毒素 有透过大量的软磷子来排出肝脏的毒素 有透过维生素B的大量增加来排出肝脏的毒素 有透过增加酵素来帮助整个的毒素的排放 有透过断食疗法来进行排毒 这些有很多的方法 都会在年轻一生的那个专栏里面讲到这堂课 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压 而且尿液里面已经有尿蛋白了 一般来讲呢 三高同时存在 然后呢 尿蛋白不稳定的这个人 他生的病 就其实不是三高 也不是尿蛋白 而是这个人的肝脏有问题 那这个人肝脏受到损伤了 他有脂肪肝或者肝硬化 或者慢性肝炎 或者其他的肝脏损伤 由于肝脏受到损伤 造成脂肪代谢有问题 由于脂肪代谢有问题 造成血粘度升高 造成三高 血粘度升高之后 血液循环受到影响 引起高血压 然后呢 再接下来呢 这个尿蛋白偏高 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蛋白质代谢利用有问题 那么这同样跟肝脏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人的方向 是调节他的肝脏机能 修复肝脏 同时排除肝脏的毒素 增加肝脏的修复速度 蛋白质是整个生命所必须的元素 每个人只要吃东西 就必须吃到蛋白质 有一些医生 对这些糖尿病患者 对一些这个某些疾病 肾脏疾病的患者 阻止他们吃含有蛋白质的食物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只要是食物就有蛋白质 根本不可能阻止吃含有蛋白质的食物 我们需要的是吃容易被消化吸收利用的蛋白质 我们需要的是不会造成身体负担的蛋白质 所以病人永远都要吃蛋白质的食物 重点是要怎么样让这个蛋白质能够很好的被利用 我认为在疾病状态下的病人应该选择那些高效力的 能够这个很好的被利用的蛋白质类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品 一些好的蛋白质的补充品 已经把蛋白质水解成各种氨基酸 换个角度来讲 人体消化蛋白质就是要把蛋白质分解成各种氨基酸 然后在体内重新组成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这是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把蛋白质拆成氨基酸 第二个过程是把氨基酸组成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那么如果你吃的蛋白质类的食物不容易被拆成氨基酸 那么吃进去的蛋白质就不能被利用 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如果你所吃的蛋白质很容易被拆成氨基酸 或者已经先分解成氨基酸 那么身体就可以直接被利用 不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这种状况之下 我认为一个人补充好的蛋白质补充品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另外一件事情讲到这里 要让各位明白 蛋白质为什么是很难消化吸收利用的 因为实际上在自然界里面 生命的代表 除了水之外 第二个重要标志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是一个生命 更意味着它的组织结构是紧密的 越高端的生物 尤其是那些高蛋白质的食物 比如说豆类 比如说肉类 蛋白质含量越高 那么消化吸收的能力一般就会越差 那么这种食物就越需要很好的分解处理 才能够被利用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们看到一块猪肉 一块鱼肉 一块牛肉 一块鸡肉 你们告诉我哪一个肉比较好 鱼肉比较好 我们通常认为鱼肉比较好 但事实上呢 这是不对的 因为不管你是吃鱼肉还是吃牛肉都要长成人的肉 对吧 所以鱼肉比较好 难道意味着吃鱼肉长的人肉比较香 吃猪肉长的人肉比较臭吗 都不对的 实际上鱼肉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把鱼肉牛肉猪肉鸡肉放在地上 然后用脚去踩 代表胃的消化过程 结果你就会发现 鱼肉呢 踩两下立刻散开 所以鱼肉是比较容易被消化的蛋白质 不是说它是更好的蛋白质 而是它容易被消化利用 我们再把鸡肉踩一踩 它很快踩成一丝一丝的 所以鸡肉排在第二位 也是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 牛肉踩一踩呢 会断开 但是还是一块一块 所以牛肉排在第三位 是相对难以消化 但是消化利用力还是不错的 最难消化的就是猪肉 无论你踩几脚 基本上都是那么大 然后呢 基本上不会分开 所以猪肉呢 它不是蛋白质不好 而是猪肉呢 不容易被消化吸收 其实一个老年人一个病人 他的生理状态 跟小孩是一样的 消化能力都比较差 需要把食物改变 不是这个东西能吃不能吃 当然是能吃的 那个我认为一个长队 他患上那个甲状腺的种种 然后我就告诉他 尽量不要去手术 那么这种病人应该怎么去 按咱们整体 在人家法的观点去做治疗 甲状腺总大 甲状腺看镜 甲状腺低下 这是同一类 都是甲状腺负荷所造成的 负荷 负担增加 甲状腺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 在人体呢 有三个密切相关的腺体 这三个腺体呢 互相支配 第一个叫老下垂体 第二个叫肾上腺 第三个叫甲状腺 所以人的体型呢 体格呢 也被分成三种体格 一种叫甲状腺型 一种叫肾上腺型 一种叫老下垂体型 我这种呢 比较身强力壮 比较高大 头也大 耳朵也大的人呢 就叫做肾上腺型 肾上腺型的特点呢 就是肾上腺分闭充足 这种人不容易累 不容易生病 干多少坏事 都不太容易生病 抽烟也好 喝酒也好 熬夜也好 怎么弄基本上都不生病 一生病 往往大病一场就走了 所以这种人呢 是这样的 年轻的时候呢 都非常好 所以他需要好好的保护 要不然他会在这个 五六十岁的时候 突然之间暴病 第二种人呢 叫做甲状腺型 就是经常近视眼 然后瘦巴巴的 然后经常呢 这个很容易着急 很容易烦躁 那这一类人呢 叫做甲状腺型 相对比较瘦 然后呢 相对比较容易冒斗 相对呢 比较烦躁 相对比较不安 然后呢 第三种呢 叫做脑下垂体 脑下垂体型的人呢 比较有点像艺术家 这种人比较神经质 他的神经变化很很快 然后呼喜呼热的 这种人将来比较容易头痛 在这个区域 而且比较容易眼睛 视力下降 失明 然后呢 这个 比较容易出现头部的肿瘤 像音乐家 艺术家 比较容易出现第三种 就是脑下垂体型 这三种形体的人呢 有三种不同的排毒模式 排毒模式 肾上腺型的人呢 排毒呢 是以出汗为主 好 然后呢 他出的汗呢 是全身性的 脑下垂体的人呢 也出汗 不过出的汗呢 基本上在头部 甲钻腺的人呢 也出汗 不过出的汗呢 一个是在手心 一个呢 是在这个 这个 背部 好 然后呢 呃 肾上腺型的人呢 比较呢 他的排毒模式呢 比较是透过尿液啦 呃呃呃 这个排泄了 正常的排泄排出去的 可是甲钻腺型的人排毒 排得非常复杂 脸上斩痘 然后呢 这个皮肤出现很多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个呃 很容易眼睛发炎 什么口角发炎 这种很多的这种症状 好 这我先介绍一下 这三大腺体 这三大腺体 工作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配关系 当你应急的时候 嘿 的这一声的时候 老家腿体就分闭荷尔门 通知肾上腺有敌人要来做好准备 肾上腺立刻开始收集各种能量 然后交给甲钻腺说马上制造热量 现在要打仗 这是三个程序 好 脑下垂体指飞 肾上腺收集物质 甲钻腺转换热量 好 那么 甲钻腺肿大 甲钻腺肿瘤 甲钻腺弱 甲钻腺异肠的人 发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一个人呢 他的肾上腺衰竭衰竭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肾上腺衰竭 是呢 甲钻腺被迫增加工作 等于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这个家伙呢 累了 不工作了 只好另外一个家伙呢 多做点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甲钻腺多做事 甲钻腺要多做事 身体就要多冲一些血液到甲钻腺来 这个时候甲钻腺就会看尽肿大 发现各种异常 那么解决甲钻腺的问题呢 很简单 第一个 哪来的这么多的压力 搞得你肾上腺衰竭 令到甲钻腺这么麻烦 这么多压力 甲看跟甲减其实是同一个原因 甲看了太久 最终就是甲减 所以根本不用其次甲看 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剪下来的 可是呢很多人都不停的用药物 用急速把甲看硬搞成甲减 搞成甲看的时候 本身眼睛凸出来 身上越来越瘦 搞成甲减的时候 又变得开始回叛起来 病人搞得乱七八糟 应用急速处理这个甲钻腺的问题 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调理这个病人的关键 第一个拍毒 第一个拍毒 做连续的拍毒 第二个扶持肾散腺功能恢复 别去管甲钻腺 去处理肾散腺功能恢复 蛋白质粉 维生素B 维生素C 钙镁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那些含有高能量的食物 有助于肾散腺逐渐加强 肾散腺加强 也就是说那个家伙突然之间很会做事了 甲钻腺就终于轻松了 然后他的冲血就会逐渐减少 然后他受到的刺激就会逐渐减少 不管他是肿瘤还是其他的肿块 由于不再受到刺激 他就会慢慢慢慢又收回正常 我就是想看 正在服药 如果我现在要是改成自然疗法 我这个药是扔药它还是在继续服用 对不起啊 我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医疗机构 我不能够指导你停药还是不停药的问题 我也不能够指导你要不要停止去看医生 要不要出院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这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 如果你使用药物来进行某些的处理的时候 一般来讲身体会产生一种依赖 什么叫做依赖呢 依赖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一股力量进入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一定会产生对抗的另外一种力量 这两种力量呢 这种力量对你好不好 这是你身体的好不好 好还是不好 没有什么好不好 这股力量本来是你身体不想要有的 它是为了对抗这个有害的东西而产生的力量 所以这股力量同样是有害的 只不过这两个力量正好形成平衡 于是呢就停在那 好了 当你突然之间把药物撤掉的时候 这股力量呢找不到对手了 于是这股力量都会对你造成伤害 一个抽烟的人刚刚抽烟咳嗽 抽久了就不咳了 是因为身体建立了平衡 那么一旦呢突然之间不抽烟呢 它又开始咳得很厉害 反应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身上的那股力量找不着对手了 因为身体在抽烟的时候 制造了很多要化解烟的那些物质 可是现在你不抽烟呢 我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就变成 没有没有对手了 没有用了 反而对身体有害 那你吃的那个药物是一样的 一般来讲假看呢可能用的东西很多都是急速 好了 什么叫做急速呢 各位知道呢 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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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非 大麻 海洛因 之所以叫做毒品 是因为 它会令到身体荷尔蒙异常分泌 造成异常的兴奋 记住 它会令到身体荷尔蒙异常分泌 最后呢 由于荷尔蒙不停的异常分泌 各位记住 荷尔蒙的分泌是拿身体很多的棉膜组织 拆通墙 补吸墙 把很多的营养凑过来来制造这个荷尔蒙 所以为什么吸毒的人会最后吸到身体很衰落呢 是因为呢 他身体不断的把身体的养分拿去制造各种荷尔蒙 OK 其实外国有很多人呢 他吸毒吸了很久 身体好像也没太大问题 是因为他一边吸毒一边吃了很多的养分 所以相对来讲他损害没那么大 可是呢 我跟你讲 用急速治疗疾病呢 跟吸毒没什么两样 因为你吸毒呢 是导致身体不断的分泌荷尔蒙 用急速治疗呢 就导致身体有了一种毒 这种毒是体外注射的急速 于是呢 当你要把这个急速撤掉的时候呢 你也很难撤掉 因为呢 身体呢 对这个急速产生了依赖 好 所以如果你是用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 我不主张你马上停下药物 我主张你随着身体的条理 逐渐恢复的时候 你根据身体恢复的状况 逐渐的一点一点 撤离部分的药物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彻底 撤掉所有的药物 其实也就意味着你恢复健康啊 如果你的药物永远都撤不掉 那你就永远都没有恢复健康 您好 我有一个朋友看出来 知道是今年有十岁左右了 然后经常是就是感冒 然后感冒 一感冒就引起这个 呼吸道就是变道性发炎 然后发烧 一个人不断的发烧 代表什么 代表身体不断的动用各种战争 对抗身体的病毒续菌和有害物质 那么他为什么会不断的发烧 就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发烧发炎 把病毒处理掉过 身体被各种药物呢 想办法把烧和盐处理下来 但是并没有把病毒处理出去 并没有把细菌处理出去 也没有把身体的死细胞处理出去 所以身体当然反反复复 为了对抗细菌病毒死细胞 他还是会不断的透过发炎发烧 来解决这个问题 等于说呢 某些医疗干预呢 阻止了身体恢复的过程 一是身体完全的要恢复 一是医生完全的阻止了病人的恢复 那看看最后谁打赢这场战就是了 其实呢 应用某些药物改善一下症状 那对所有的人来讲 也是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其实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不能仅仅就做完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停下来 以为病好了 至少如果他坚持要去掉瓶 坚持要去降烧 坚持要去打针吃药 那么至少要再足够的去支持 他的免疫力的情况下来接到 而不是在没有营养支持 没有食物调整 没有这个支持的情况下 单纯的指望用药物来调理 凡是能够增加免疫力的 凡是能够改善联膜组织营养的 都对他是有帮助的